哈囉大家好我是羊羊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植物大戰殭屍啦 哎那昨天的話我們脫了一個 破了一個闖關模式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還有第二關是夜晚的 我們就看一下夜晚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所以其他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闖關模式 而且這個闖關模式的話是非常非常好賺錢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survive night裡面的關卡究竟長什麼樣子 拉斯狗狗狗啊 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晚上的部分好不好 那晚上的部分就會有晚上的蘑菇這樣子啊 好那這邊的話呢 就用我們的這個小姑姑還有發亮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大姑姑還有這個 墓碑不知道會不會有啊 所以就先帶然後這個反射這個 大爆炸菇 然後這個南瓜頭然後再加個 加個 這個小碗豆好了啊 這是第一波嗎 第一波就先這樣打好了啊 第一波先種一下我們那個 果然有墳墓好不好好險我有帶 好險我有帶我很聰明 來來來來來來來 哇他到時候應該有闖關的那個哎 就是泳池的不泳池的關卡哎 那真的會蠻噁心的 泳池關卡會very very 噁心啊 來有這個免費咕咕 就是爽好不好 免費咕咕真的是超級無敵好用的 而且他是真的有殺傷力的哦 你不要小看他哦 他是真的還蠻猛的 但是猛咕咕 一個不夠我們就中兩個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一個不夠我們就中兩個 中到爛掉 你看其他蠻強的哎 真不要小看這個小姑姑哎 這個小姑姑在夜晚的時候真的很爽 因為他0他00費哎 他不會消失 因為二代跟三代之後的話 就是他會消失 他現在是不會消失 其實還蠻爽的哦 不會消失就很開心 沒問題 來來來 來來來 看吧這個種起來 我們就有非常非常多那個金錢的哦 那金錢的話 我們就是先把墳墓挖掉吧哦 先把墳墓挖掉 墳墓挖掉比較舒服 來來來 先挖墳墓哈 墳墓吃吃吃 哎墳墓吃吃吃 然後繼續把這個 小小姑姑都先種起來 我們這邊可以送三個 先把能量先累積起來哦 然後再慢慢再挖掉就可以了哦 先把能量累積起來 先讓他們長大 來來來來來來然後吃掉 OK嗎你們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nice 退退掉了 反正那個是不用成本的 給你慢慢吃好不好 爽吃就吃 哎想吃幾個就吃幾個 我們不怕 嗯 盡量吃哈 哈哈哈哈 盡量吃盡量吃 然後我們這邊的大姑姑已經長好了 兩個了啊 給他慢慢長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再來 好像也不用放那個 豪豆了耶對不對 對啊好像也不用放豪豆了 我們後面就是 開始開始可以放一下那個 大隻姑姑了哦 大隻姑姑 挖掉大隻姑姑放出來 基本上三排這個 黃金蘑菇啊就夠了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是繼續 來 哪邊有 冒冒的我們就先 哪邊種這個大隻姑姑啊 大隻姑姑種起來 沒有問題 這邊你種大隻姑姑 大隻姑姑 這邊挖掉 種起來 看先把那個能量弄起來哦 三排能量真的很很夠哎 而且這個姑姑啊長大起來 他產的費用好像就會比那個 比炭花還要 還要高了是不是 很爽 應該是我們小姑姑哎 不要這樣哎 可以 看全部都變成我們大 大隻姑姑了有沒有 大隻姑姑弄起來 噴噴噴用力噴 哦 哈哈 其實這個大姑姑說的比較少在用 但是他其實疊起來也是蠻噁心的哦 好沒問題啊 這邊的話我們的第一波結束 沒問題啦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一下哦 目前來說應該可以再換一些東西了吧 那個我們的姑姑這邊可以換掉了 因為已經夠了 那我就把 憤怒碗豆換起來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用一下 機關槍砲吧哦 應該 ok 好 那就這樣 憤怒碗豆還是蠻給力的哦 我們既然把東西種完是不是 種種滿 他們就是不會有太多的墳墓出現了 感覺是這樣子哎對不對 他沒地方給他種墳墓這樣 哈哈 哎墳墓其實也很好賺錢哎 一個五十塊哎要求 那我們是不是那個啊 我應該要帶那個啦 產錢的那個來了 要帶那個給錢的植物 要種一些給錢的植物了 這個關卡好像一次會有五關吧 就是五個小關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五個小關這樣子 然後打贏了就 就會換下一關 就會開始下一個關卡這樣子 這真的很清脆哎 要求 來來來 噴起來噴起來噴起來了噴起來 哇你看我們錢超多要求 哎可是在後面好像就不會射到哦 所以還是必須要放一些那個 碗豆來哦 好 那我們把這一排都分放憤怒玩豆了 這一排都放成那個憤怒玩豆吧 然後變機關槍 反正我們現在 錢很多啊 能量一大堆好不好 不用緊張 那我們還可以用 小隻的這個咕咕有沒有 在前面這個來擋一下那個 殭屍的進程 完全沒問題 哦開咬了開咬哇 等一下好險好險 錢很多先補先補 補強一下 哇有禮物哎 盆栽 我現在比較需要錢啊好不好 我想要錢啊各位 有五十塊謝謝 我想要錢啊我的遊戲裡面跟現實生活都很需要啊哈哈哈 好兩百五 我覺得應該是要找時間就是先把那個哎 先把那個給錢的花花心弄起來 給錢花花早一點出來會 比較好去給錢嗎對不對 應該就這樣 哦呦 nice 又打完一關了超快好不好 那下一個回合我們就放給錢了 好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放一下那個 給錢花花啊給錢花花出場 不知道給錢花在這邊可不可以哎 那這大爆炸這個好像也先不用了 大爆炸放一下好了 墓碑的再吃一下好了 好我們現在要來種那個 給錢花花了啊 不知道他在這邊會不會給 至於有沒有陽光他可不可以吃到錢 反正我們現在 前排的陣型應該都差不多了 就種多一點這個給錢花花沒問題 錢錢給他弄起來給錢花花 嘿嘿 太爽了 哎會他會給他會給好不好他會給 他會給啊給錢花花太神了 來來來繼續給錢了 哇這次有這個 有這個那個鐵桶的了 鐵桶就比較麻煩了 再想待會要不要上個火炬之類 給錢花花快給錢 應該中個好幾排給錢花花才對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更多的錢了謝謝大家 一定可以拿到滿滿的那個五十塊有沒有 一直給一直給 他如果能夠讓他升級到變成就是 可以給五十塊或者給鑽石那就好囉 會比較爽一點點吧對不對 給鑽石 做夢比較快 我們這邊下面部分 還差一隻我們就整隊的碗豆都是那個 機關槍碗豆囉 水啦 水啦水啦 哎有有有有有一個坟墓 出來了哎他會自己升哎 夭壽 那個坟墓會自己 自己冒出來哎 我以為我們已經把它處理掉就還沒有 他自己冒出來要求 哎我們現在不要太快把殭屍給殺死哦 因為哇挖錯了 因為我們可以就是那個 再拖點時間然後種一下我們那 就是給錢花 好沒問題第三回合了 總共是五個回合了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哦那這關有那個 報紙的跟那個 跟我們那個 衝鋒陷陣的哦這好像又更麻煩一點點 那我們那個南瓜的要先放出來了哦 南瓜 然後憤怒碗豆這個應該不用了 那就 說南瓜還有那個 南瓜這個護體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堅果好了 堅果要加南瓜護體好不好 這樣應該ok好沒問題 來 堅果 南瓜護體 欸他剛是不是給五十塊哎 哇這個花會給五十塊哦好猛哦 真的假的 我以為那個花就一般般而已哎 他會給五十塊哎 好像有點神哇有點神 我們這邊第二第二輪 好多錢好多錢 給我更多的錢哦好爽哈哈 更多的摸豆摸豆 啊我們還有一個沒有那個啊 還沒有變成那個 碗豆機關槍 我們還有一個沒變碗豆機關槍 那個要變一下 哎真的還會給五十塊哎 這花挺好的 這花挺好的 他給五十塊 補上去補上去 哎完了上面的堅果要爆了 好像還撐住哦 南瓜加油哦 中間的堅果好像也要爆了 堅果撐住你們可以的 南瓜的缺點就是cdc很慢 這比較麻煩 補一下給你補一下給你 補給你補給你 來了最後一波 哇 哎他是直接出來哎 好誇張哦 我們先忍一下啊 要不然我這邊有一個 大大塊蘑菇應該一炸下去就結束了 那我想說先忍一下 這樣我們那個 田田花花才可以一直不斷的叫錢出來 好不好 然後他們如果有墓碑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 從墓碑這邊吃東西了 這樣還算不錯 nice 好那我們進入了基本上的話呢 這就是我們一暗中的一個 關卡了好不好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就是那個 小的闖關模式 那我是非常建議大家 從第一回合 大家就開始把我們就是那個 請錢花花給他種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的感覺哦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們就接下來的話 明天我們就繼續把他跑下去 然後看一下 有沒有就是 拿到更多錢啊 其實 十五萬真的還蠻難賺的 你知道嗎 十五萬真的是蠻難賺的哦 因為我們有一個部分 是要賺到十五萬 才可以開啟下一個關卡 那也是蠻麻煩的 哈哈哈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這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